现在先回去 银海 现在我现在回去 人路返回 人路返回 到晚上了 好好有这些灯 不然走这条路还心慌慌 就感觉到心慌慌 这个调得太亮了 不用这么亮 你看这是南路的 红树 只有太暗了 其实这里面非常暗非常非常暗的 你看这些都是龙树 可能大家看不清楚了 这些都是居民了 看看这里就是那个绿光岩 等一下快走到了 绿光岩 这一家似的吧 上防护 这家好像说是 这里这么多充电宝 一排充电宝 刚才这家好像说是政府要拆迁它 然后又跟政府说不清道普林的关系 古浪洞天 古浪洞天 热光炎 红衣法师 红衣法的纪念就在上面 进去还要 好像进去还要单独买门票 我是没有这个闲心雅致 现在有小许的风 现在是20点 前几天可能是那个4月5号就是清明节 20点的时候这里还很多 这里是一个教堂 这条路呢 叫晃岩路 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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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热光 晃岩路 刚刚是那个上坡 现在就下坡了 下坡舒服多了 所以说上坡的时候是你进步的时候 当然有句话说当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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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到累的时候 是就是因为你有撕裂感 就相当于有时候你一天坐五个俯卧撑你就觉得累 然后有等坐到五个俯卧撑你觉得不累的时候 你就坐到五个俯卧撑不累的时候 就是因为你进步了 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 进步了 所以说不累 如果一下子在坐加到15个俯卧撑你又觉得累 当15个俯卧撑你又觉得不累的时候 你又进步了 所以说有撕裂感 就相当于我举了这么久 举这个自排杆举这么久 我这个手又酸了 因为我要保持它不晃 因为我这个手不晃 就是说上下就是说晃 让别人看得比较晃 尽量让它觉得不晃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这个 马约翰体育场 马约翰体育场 然后往那边是什么梳妆花园之类的 海上 这里风大这里风大这里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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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